這次海嘯警報並沒有實施人車管制以及疏散避難 不過一般民眾卻以為是防空警報 經過記者提醒後才了解 這是海嘯警報 而發布警報的狀為警分住所 也向大眾解釋 防空警報屬於一場兩短音 而海嘯警報則是有九聲短音 所以鄉長沈青山呼籲臨海的居民 萬一聽到海嘯警報 應該往高處來移動避難 海嘯警報的話 它是以一場兩短發布三次 一場十五秒 兩短都是各五秒 總共一百一十五秒 那海嘯警報 海嘯警報它是階段是每短音五秒 間隔五秒總共九次為海嘯警報 當時發生的時候 如果可以馬上就撤離到高點 鄉公所這邊會馬上成立這個防災救災指揮中心 然後我們的公所這邊針對高處的學校 跟社區服務中心 另外防空跟海嘯警報解除都是九十秒的長音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